大家好,这里是葱花美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芒果糯米糍的做法 软弄好吃,做法简单 下面来让我们看一下具体做法 120克的糯米粉中加入30克玉米淀粉 30克白糖 倒入180克的纯牛奶,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着没有颗粒,顺滑的状态 再加入10克融化好的黄油,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,放入到烧好开始的锅中 上面扣一个盘子,干盖子,蒸20分钟左右 下面再来取适量的芒果肉 芒果的大小像这样一个就够了 我们把蒸好的糯米团从锅中拿出来 稍微放凉一点之后,用手揉着光滑 揉光滑之后搓上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九等份 再用擀面杖擀开,包入适量的芒果肉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包好之后再滚上一层椰蓉,我们的芒果糯米糍就做好了 做法超级的简单,吃起来软糯香甜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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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下期再见